網友戚,結局誇張 小兵說,想大家看得慾緊一點 楊琦,周嘉儀,梁小兵,和日眾演員等等 昨天約賣一起看《導火新聞線大結局》支持一下 而這部劇播放以來,受試都不差 成績好,真是喝得杯落 只是去到大結局的時候,就有不少網友談 內容太誇張了 黃阿媽,你又怎樣看啊? 其實整個25集來說,我自己覺得它真的很貼近 現實很落地 但戲劇中,你不可以這麼平淡 你一定有戲劇的元素,激化氣 觀眾的情緒高低起落,跟它有共鳴 但我都看到一些網民和觀眾 都投訴叫編衫出來,但我不會打你 他們很生氣的事情 就是,你們還黃阿媽給我 到底黃阿媽是生還是死 你不可以這一刻告訴我 即是,她不知道,她會很欲緊 觀眾看得很投入 就要編審出來交代 大結局中,黃阿媽生死未卜 而歌文傑所飾演的王子,還要慘死 那又會不會太過煽情呢? 但觀眾有時候看戲,真的有戲劇效果 就會說,黃阿媽不要死啊 可能她是想寫到那件事的嚴重性 就變成主角會有些犧牲 但都挺光光烈烈的 可能黃阿媽的角色一直都比較平淡一些 但可能到結局結束的時候,都給她一個火花 就把她吃掉了